我針對於剛你說到就是說掌握精髓架構 然後掌握事情的精髓 然後再建立架構 然後再去長一個精肉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稍微做一點補充 因為我們個人有時候會因為 某件事情它的精髓開始出現你以為很重要的時候 在架構執行的時候就已經會發現它是有問題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去長精肉了 對嗎?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是一個很激烈的一個商戰的情況下 有時候某方案它是沒有什麼成效的 那你就要去思考看看我們要不要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的話 它會有成效的話 那我們就再繼續做 可以有時候就是說 我們可以A方案實施不好 我們就換B方案 因為現在就是說 網路資訊變化都太快了 加比說 光以服飾來講的話 就很多人就是以為是 幾月就要換季 然後工廠還是這麼做 那事實上 到最後有可能就是 明明就是不熱不冷 那你這個時候可能就要換另外一個方案了 對嗎? 也有可能明天夏天就是說 也有可能明天就是突然幾個氣候船家說 今天冬天平均溫度26度 你懂嗎? 就現在因為全球化 然後還有氣候變遷 都會造成很多的時期有所變化 譬如說之前在日本突然來一個那個 然後太陽能的手電筒變成很強手 那供應商的地方 我們就要先去抓這個部分 對不對? 對 那第二 接下來的問題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就是 我會依照 也會依照重要的先後順序 然後我會去定個時間 那時間的話就是 比如說重要的會先定 那可能有些很快就可以做好的 那我也會參雜在這個時間表裡面 然後去交代底下的人去執行 然後我也會說就是這些執行 這些事情如果說 比如說執行長交代下來 那我也會跟底下人會說明 原因說這些目的是要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底下的人比較不會去忙碌的在做 其實有時候要讓他們知道精髓喔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 我們之前有碰過這樣的事嘛 譬如說 這個 我們的設計總監 可能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事情 然後就要跟他說明清楚說為什麼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為什麼是很重要 因為就是說可能在管理階層上面有些 你要讓他知道精髓跟架構在哪裡 然後他的目的是在哪裡 好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對於自己 從基層然後升到主管 那你認為你自己的優點是什麼 從基層做到設計總監 我覺得我的優點是執行力 對因為我覺得我執行力還蠻強的 然後 腦筋其實也轉得蠻快 對 就是會解決事情 反應快速 對 好像修正的速度也蠻快的 嗯 那我是 有時候會讓你去做 但是 有時候我會明確告訴你說 這個事情就這樣做一定比較快 然後可是有時候你會還要繼續試 就會鑽牛角尖下去 有時候會這樣 對 但也不見得我就完全正確 對 像上次那個 陰鬼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你做得很不錯 因為我想說讓你試試看 結果你就試出來 我覺得還不錯 對 OK 然後下面呢 嗯 我的部分應該是對師傅抱持的 態度 嗯 對 什麼樣子的態度 就是 責任感的部分嗎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比較 嗯 有一個 責任在 嗯 就有責任在你就要把它做好 嗯 可是在靈活的部分 因為壓壓 就是說 你的 統籌的事物太多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就是說 把所有的工作 把它 除了是條列式的寫下來之外 有時候可以畫個圈圈 或是變得清新 像 你看 我的方式 有沒有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 因為我看你記筆記 你常常是條列式 可是有時候你可能會 這件事情碰碰阻礙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說 這件事突然來什麼事 你就繼續執行這個 可是到最後你會我 跑 跑 跑不回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思考的話 是 越圓越 彈性 是越有競爭力 你明白嗎 就像氣候一樣 有沒有 不是都常在變嗎 就是現在的那個 天氣預測 其實 到最後都 都狗屁嘛 不是都狗屁嗎 他們說禮拜天 今天禮拜一會變成很冷 有嗎 上個禮拜就是一直不斷在講 然後其實一直在往後拖 屁嘛 都沒有用 對嗎 你們完全沒有變成很冷 所以連氣象都弄不準 所以人的 就是說在那個業務上面 可能更是這樣 像上次那個事情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對不對 按退的事 我覺得就是我們都會沒有想 現在已經按退了 真的啊 那就趕快變更了 今天明天會不會講 有一個客人是需要再回押的 我們按退之後 因為他騙人說他要和對的時候 站過來怎麼進去 要按說接 就是要按恢復的意思 所以現在就是在很多客人 還是要聯絡客人 嗯 還是要追一下 因為這邊我們處理完 還是要經由他們那邊才 那聯絡得到 聯絡不到 嗯 禮拜五打電話是 都沒有 都沒有聯絡上 那如果聯絡不上 你問問問 順便也同時問我們 對 有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對 因為我要去 去杭州跟人家拿回八萬的 好 好 我這部分就是 有一點點的運氣 跟一點點的責任性 跟求好心界的態度 你覺得你有運氣 嗯 怎麼說運氣呢 不科學 就是你默默的做 然後主管其實是看得到的 對 其實這個我有點相信 就是其實人與人是有緣分 所以你說運氣大概類似是這樣 嗯 我覺得人與人是有緣分 我覺得人與人是有緣分 那我們可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當做是 一種 倒因為果的這種 說法 但是 你相信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個人也有點相信緣分嘛 喔 就是說你跟上誰 這就是一種喜福的態度 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說這個運氣 是真的還假 對不對 那你就相信他 這是不是 新陳哲林嗎 因為你相信他的話 他就是一種正面的 對不對 你這邊 我這邊的話 我覺得我就是 從基層到主管的話 就是一個責任感吧 就是 從 就不管什麼位置 你都 必須要 自己都會有一種 責任感 可能那時候在基層的時候 比如說 可能某一天忘記打掃 然後可能 回家之後想到 又有點 心不安吧 對啊 就是 從小事情到大事情 我覺得 一種責任感 那我個人這邊的話就是 你按掉 還沒有 我個人這邊的話是一種執著 對 因為我相信就是 你比別人做得多 你比別人堅持 比別人在意 在工作上 那你當然會 比較容易 就是 達到目標嘛 因為 我個人看 就是說我個人在生意上接觸到的人 會 會 有 一點成就的 因為我不喜歡說成功的兩次 通常都是他 在某些事情上 譬如說品質 或是開發 或者是說 嗯 堅持 或者是說 你都知道我們的這個 有一個 供應商信誠嘛 這個人他做出來的東西 都還不錯對不對 因為他會 我們的設計師做出來的東西 他會去修正等等 你知道他可以想 他可以想說 他可以想一個下午說 這個口袋要擺在什麼位子 就一件衣服的口袋要放在什麼位子 他會這樣想一個 一個下午 你知道嗎 那過去 我跟我們熟習攝影師 在 規劃景的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想了一個下午 要用什麼顏色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認真 基本上就是會 會成功 因為你 當你在花時間去不斷思索的時候 別人可能隨便想兩下 他出來的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對 好